中东局势 以色列国防军在9月28号凌晨 再度突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而这次的目标 根据以色列的说法 是真主党存放飞弹的据点 军方也表示说 这波空袭击杀了 真主党飞弹部队的指挥官 叫做阿里伊斯玛尔 还有他的副手厄梅伊斯玛尔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 以色列国防军一波 接着一波的空袭行动 他们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斩首在画面上 大家所看到的这位 戴着眼镜的真主党的秘书长 哈桑纳斯鲁拉 而最新的进度是 根据以色列军方向外界公布 他们已经在这次的空袭行动当中 成功地击杀 歼灭了就是刚刚这位 哈桑纳斯鲁拉 好 那么另一方面 也看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Gallant在9月26号 也已经正式批准了 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 在北部战线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但先前就曾经听他们说 空袭之后会展开地面行动 拉回来看到 大前委员您看到 终极目标就是要击毙这个真主党的秘书长 但现在目标达成了 所以接下来是怎么样 停火吗 您觉得 我觉得纳坦雅胡现在双手沾满了鲜血 他沾满鲜血的目的 其实并不是为了以色列 而是为了他自己本身的政权 就如果没有爆发以哈冲突的话 纳坦雅胡现在早800年就下台了 那么但是这个纳坦雅胡就借着以哈冲突的机会 不断地在扩大事端 这个轰炸完了 宿便轰炸这个加萨走廊之后 现在又把手伸到了约旦河西岸 然后接着又把部队往北调 箭头向北朝向了黎巴嫩 其实他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借由不断的外部冲突 去塑造外部的威胁 来逃避他自己内部的政治危机 他的这种操作手法跟谁很像 就跟泽伦斯基是一模一样的 泽伦斯基借着永无止境的俄乌战争 去延续自己的政权 他们两个是在玩一样的把戏 可是死的人 这些无辜牺牲的人 却是其他的国家的人民 或者是自己国家的人民 那么我觉得其实 纳坦雅胡他现在的这个动向 你说美国能不能对他造成 任何的威胁跟影响力 我认为有点难 那么一方面是因为纳坦雅胡吃定了 美国这些无能的政客 通通都受制于背后的犹太人 金主的控制 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 他早就绑架美国了 那么在他的考量之内 他要考量的是什么 他要考量的是什么样的利益 对他是最大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他虽然嘴巴讲 说我现在是要击杀 真主党的最高层 可是这不是一个聪明的事情 因为你击杀到最高层 就有高层去递补到最高层 你就连高层一起击杀 还有中层递补到高层 除非你可以把真主党 每一个人都杀光 杀不完 就好像你现在去不断地反复轰炸 加塞走廊一样 你说你要消灭所有的哈马斯 你这种杀法 只会让哈马斯越来越多 现在幸存的孩子 长大了可能都会变成哈马斯 可是你今天用同样的方法 你嘴巴讲得好听 告诉以色列人民说 你是为了有目的性的攻击 可是事实上 我认为他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只要他认为时机许可 他极有可能用地面部队 进入了黎巴嫩 所以您认为说 他就有可能像之前 他进攻加塞一样 现在要进攻黎巴嫩 这不无可能 因为这对纳坦雅胡来说 他一定是两个算盘 第一个算盘 我已经快把巴勒斯坦都杀光了 我到底还有什么理由 继续用战争来巩固我的政权 所以我必须找一个对手 去度过这一次的政治危机 第二个他的考量一定是 我既然已经得罪你真主党 得罪到这个地步了 我最好就干脆把你黎巴嫩 这个清洗一遍 然后扶植一个听话的 或者是温和的政权 那么避免以后你们来报仇 所以他的盘算大概就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他去入侵黎巴嫩 不无可能 但我想请教您 如果继续入侵黎巴嫩的话 那也相对来讲 他必须要先思考的是 他一旦打了黎巴嫩之后 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 的确啊 所以我在讲的是 其实在这场 这个中东的冲突里头 我们看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 美国已经彻底的被以色列绑架了 所以他任以色列予取予求 他对以色列完全一生都不敢坑 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入侵人家 现在以色列是用 是怎么样的入侵跟屠杀 美国一句话都不说 不但不说该给钱的给钱 该给炸弹的给炸弹 讲直白一点 他现在去炸黎巴嫩的炸弹 他现在过去在炸加萨走廊 都是美国给的 所以美国逃不了 美国一样双手沾满鲜血 但是另外一点 我觉得这一次 也让我们看到 阿拉伯国家的软弱 因为阿拉伯的国家 长期以来 疏于发展自己的军事装备 所以在你看整个中东地区 美国真正忌惮的只有伊朗 可是伊朗受制于 美国的强大的军事威胁跟压力 伊朗也不敢动 但是我认为这一次的黎巴嫩 跟加萨走廊不一样 因为黎巴嫩是真主党的 而真主党的背后是伊朗 对伊朗来说 如果今天真主党被这样击杀 你伊朗一句话都不说 你一件事都不做 以后没有人会去当你的小弟了 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来讨论 伊朗接下来的下一步的动作会是什么 不过你可以看到说 纳坦雅胡 以色列总理 他这两天在联合国的大会上面 他慷慨激扬地 然后就拿出了两个图板 然后就告诉他说 We are winning 特别他也警告了伊朗 他说 在伊朗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是以色列军队达不到的地方 这确实非常听起来很狂妄 那现在看到是美国网络媒体 叫Axios 他们报道说 针对黎巴嫩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条战线 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 这个报道就说 美法两国正在积极斡旋 希望能够促成 真主党和以色列达成 21天的临时停火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 是反反复复的 甚至一天之内 经历了好几次不同的表态 比如在26号 美法两国先发出了声明 表示纳坦雅胡 私下已经同意了停火计划 但后来因为 极端民族主义执政伙伴的施压 纳坦雅胡又否认 说没有 我没有同意要停火 那他的否认 当然也造成了 他跟白宫之间的紧张 所以以色列办公室 总理办公室 晚上又发出声明 表示说 以色列是赞同美方 21天停火协议的目标 可是你在这两天 他的最新发言在联大 听得出来 以色列并不打算就此停火 所以一日戍变 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 汤老师您看 纳坦雅胡 他到底是 来自内部的压力比较大 还是来自国际上 外部压力比较大 他又像这个尼丘 又像这个乌贼 所谓尼丘的话 就是滑滑的 抓不住 乌贼就是放烟幕 一向他说 我要合一下 我要战 到底你要合还是要战 那这个东西 就让很多 包括美国在内 根本就对他 好像束手不策 也就是说反过来讲 刚刚大千兄也讲了 吃定美国 把你吃定了 绑架 然后呢 绑架美国 这里面有什么原因 你知道吧 第一个 这个拜登如果说 跟川普来比较的话 谁更支持以色列 川普 川普 对不对 为什么 比如说这个耶路撒冷 他把这个首都 弄到耶路撒冷去了 这个东西 哇 很厉害了 第二个 他退出伊朗核协议 对不对 他说我就是不喜欢伊朗 我就是要跟伊朗断绝 断绝的意思就是 我要跟以色列 我要支持以色列 那拜登呢 就是作为一个核四老 可是呢 拜登给以色列的军金援助 从来没停过 他也不敢停 问题就在这里 对不对 那好了 那你现在像以色列 我就是要表演给你看 我做给你看 然后呢 你第一个 你拜登不敢抛弃我 然后呢 我做出来的这种举动啊 让这个川普啊 觉得说他更能够 来跟他契合 对 对不对 那好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说他要不要做 他要不要冒着子弹往前冲 他一定要冲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说 现在呢 他就是 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 像这个朝鲜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朝鲜怎么做的 中方说了 你吃我的 拿我的 喝我的 不听我的 是 那个金小邦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你不支持我 可以 那我垮台 我垮台了以后 美军站到鸭路江 你要不要 他意思是说 你非支持我不可 这个就跟以色列 现在对美国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非常类似的 吃定美国了 方老师您觉得 他吃定美国 但他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也给美国 有点面子 我们讲说21天的协议 暂时停火 但是他可能打个 所以说他现在 就是在这个两个之间 有点举棋不定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稍微的 这个安安一点 稍微的这个和平一下 那可能这个对贺锦丽来讲 还是比较有加分可能 加分机会的 因为这方面也讲到了 这个终极目标 他们目前已经达到了 不见得 他是已经击杀了 刚刚讲说 真主党那个秘书长 那个我觉得到 还不见得有那么重要 意思就是说 他现在是要看 跟美国之间的这种互动 你现在你 这个如果 我都停火了 都不动了 那当然我就是帮 帮这个贺锦丽了 是 那如果说我打得很厉害的话 我帮谁 川普 帮川普 对不对 那现在就说 他在这个拿捏 因为这方面的这个尺度 我觉得他抓得很精准 对不对 那我到底要将来 是要贺锦丽上 还是要拜登上 那当然我这边 我可以尽力 我要达到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要拜登 而不是要川普上 而且像刚刚两位老师讲到 特别是委员讲说 这个绑架 那么纳坦雅胡说 我被国内这些激进势力 给绑架了 所以我就绑架美国 那现在呢 以色列这边 纳坦雅胡说 我内部压力很大 国际虽然给我 也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 我内部压力是最大的 因为我必须要 保住我的位置 我的政权 但是要想想看 伊朗的压力也不小 现在我们讲说 执政的伊朗当局 是根据BBC的报道说 面对最亲密 最长期的盟友 黎巴嫩真主党 现在长期 就是这几天 不断地遭到 以色列的攻击 现在很多伊朗 内部许多强硬的保守派 也对执政当局 无所作为 感到越来越不安 好 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呢 伊朗总统 培泽斯基安 9月24号 在联合国的大会上面 就警告说 他的话其实 我们该怎么解读呢 他说伊朗不可能 不回应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可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黄开雄 纳坦雅胡 嘴也很硬 他就说 他的英文是讲 There is no place in Iran We can't reach 所以这摆明是要对干的吗 当然 为什么 因为尼坦雅胡被绑架 可是 培泽斯基安 这个伊朗总统 他一样被保守派 给绑架住了 为什么 从你上任来 7月上任到现在 发生多少事情 培泽斯基安 你到底有没有 你作为总统 你有没有对我们伊斯兰的 这个宗教的宗旨 表示出一点点 你得破力跟勇气 两件事情 7月31号 在首都德黑兰的高级区 那真主党的领导人 哈尼亚 竟然被 以色列的遥控机器人给打死了 这件事情 陪着斯基安 你到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再来 再来就是最近的 BB Code事件 传呼机引爆事件 然后 伊朗驻黎巴嫩的大使 亚曼尼被打伤了 眼睛受伤了 这两件事情 其实对伊朗的颜面 是有很大的打击的 但是你绝对不要忘记 因为美国就一直在骂 他说 我告诉你 哈马尼 哈马斯跟那个什么 跟政治党 都是你们伊朗 不断地 在进行经济援助 还有军事援助 军事援助 我们眼睛可能看不到 但是经济援助 一年给7亿 所以他真正的 他们的资源 是来自于伊朗 但是伊朗 他现在面临一个难题 就是说 其实陪着斯基安 他那天在联大的演说 他自己也强调说 我们不可能不回应 整件事情升高到全面战争 这是我们伊朗 不能够做事不管的事情 所以他一定会再增加什么 增加援助 但是如果说 像伊朗真的要派部队去的话 其实这个不是在 陪着斯基安的计划里面 但是我们又想到 就是其实伊朗 最重要的 他是领导人在控制 哈米尼 是哈米尼在控制 以及革命卫队 总统是在表面上的 实际上他必须要听命于 哈米尼跟革命卫队的意见 所以现在其实观察家都在注意 究竟哈米尼 下一步要指令要做什么 革命卫队要做什么 而不是你陪着斯基安的那句不要踩红线 其实我们很多国际上的那些深入的观察家都在看 哈米尼最近到最后他会要求 如果发生全面战争的时候 他要下令 要做什么 更大的飞弹攻击 您刚提到说不要踩红线 那您觉得对伊朗来讲 那个红线在哪里 因为它的压力 压力的引爆点您觉得会是什么 红线就是尼泰亚湖下令 地面部队全面入侵 入侵什么 入侵 尼泰亚湖本土 那就是红线 不可以踩这条红线 看来是似乎现在越来越要接近这个红线 而且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是如果一旦如此的话 中东大战会不会因此引发 以色列跟尼泰亚湖建筑党 他们持续用炮火在进行沟通 那最可怜的当然就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死伤人数不断地攀升 并且面对国际的停战 劝和 以色列这边踩得非常硬 依旧是我心我素 一副绝不罢休的姿态 那伊朗也在背后呢 不断地支持了真主党 还放话 不惜一切手段要挺笔巴嫩 吕建党觉得这场中东啊 爱恨交织的混战 会是50年来最危险的时刻吗 未必是50年来最危险的时刻 但是绝对是50年来最惨烈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们要特别注意 现在的作战形态 已经不是像以往这种仅仅是火力交织 那有更多的因素在背后运作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呼叫器 讲到对讲机 其实它真正在下面运作 隐含的是什么 也就是当呼叫器爆炸 对讲机爆炸的时候 以色列的8200部队正在掌握 你其他的情报 是怎么样汇流 你的人员是怎么样调动的 当他掌握到这个因素之后 他就开始对你进行 对我们讲到黎巴嫩的真主党进行攻击 那在这进行攻击的时候 很多人会认为说 为什么都打那么准 因为以色列早就已经掌握这些消息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真主党做了一些 其实不是太正确的举措 怎么说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 这一个一个都是防武 那这中间的红色的部分 也就是各式不同的武器装备 从无人机 从火箭 甚至到巡异飞弹 它其实不一而足 甚至还有火炮 那当他现在对于以色列 北方进行攻击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这些装备 直接的开出来 直接的发射 但是这个部分呢 其实早就已经被以色列锁定 那锁定之后 你才刚出来 他就进行反制 甚至还没有拉出来 他就直接对这些地方进行攻击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忘记了 那个有关于战争规则 也就是国际人道法 对于这个里面的相关的一个保障 大家都认为说 你不可以攻击平民 然后你不可以攻击民宅 你不可以攻击医院 可是以色列 他对于这个相关的 国际人道法的部分 他其实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 也就是说 如果武装部队将医院或学校 作为攻击或者是储存武器的基地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可能会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 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会是最惨烈 也就是我们家的楼上可能放的是飞弹 那结果原来我认为家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不是 结果变成第一个被攻击的地方 另外我们看到真主党 那大家能真的分得出真主党跟平民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没有办法 这个就又是我们讲到国际人道法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拿起武器的平民 是不是会失去免于受到直接攻击的保障 对 失去这个保障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说 其实当以色列部队他可以声称 我无法辨别谁是真主党 谁是平民的时候 你只要拿起武器的就是兵 我就认为你就是应该被攻击的对象 所以他的各种精确打击武器纷纷出拢 那朝着真主党的 我们讲到的 他的原来装备储存的地方 或者是他的那个石枪的 这一些平民甚至真主党的人 那进行攻击 这个偏偏就是我们刚刚再一次提到的 是 最惨烈的地方 那但是这个 美国他有办法挽回这个部分吗 他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美国其实他在中间 他不是一个核四老 他只是想说 我用喊的要和平 和平很重要 但是直接军援 以色列87亿 87亿大家以为是直接军援 就是我直接提供你 相关的各种各式的飞弹 或者是炮弹 没有 他不是这样给的 他刚给的这一种直接的战时的采购 35亿 还有52亿 更大的数量他做的是什么 他做的其实也就是升级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那当然看起来 听起来好像是四平八文 也就是真主党都用各种的无人机 火箭 进行攻击 可是他要提供的 也就是提升 做更多的铁球 Iredone 做更多的大卫投石 大卫投石的拦截高度 接近300公里 也就是他的高度 其实比萨德的那个拦截 150公里还要高 那而且现在以色列 早就已经有一个叫做Irbing Irbing是什么 就是雷射武器 就他用这些雷射武器 用这些飞弹来反制真主党 未来他是怎么对于这些中东国家的 这个才是中东国家需要注意的 是 好我们说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的交货 已经被点燃了 如果这时候有更多的外力 继续在加油添醋的话 全面战争可能随时都会打响 是不是请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伊朗他们现在在这个局里面 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可能下出最关键的一步棋 是什么 你如果要问到伊朗的角色 在这个新进的就是 黎巴嫩南部 主要是真主党的这个战士 那么其实伊朗的这个角色的话 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第一个的话 伊朗这一阵子的表现的话 很多人的话就是很迟疑 为什么很迟疑呢 就是说因为觉得说是伊朗的话 大家感觉上是一个不要命的国家 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 1979年的时候 伊朗那个时候绑架了 那个美国大使馆的人员 四百五十几天的话 那个情况下来讲 我觉得伊朗真的是个不要命的国家 我没有见过一个游行 把头拍出血来的 那整排的人的话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很恐怖 那伊朗的话 那伊朗这一阵子的话 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暗算 或是美国的暗算之下了 那么死掉了非常重要的人物 科学家了 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前总统了 然后这个重要的卫队了 那个那个苏拉曼尼亚什么的 这些对于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 非常重要的人物都死 所以大家觉得说伊朗会全面报复 所以说觉得说 真正展开全面战争的是伊朗 而不是这个以色列这种情况下 因为以色列在这个加沙走廊里面 所这个做的事情已经是 打了很久了 必须坦白讲 那伊朗现在但是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说大家感觉到伊朗是不是怂了 是不是怕了 那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的话 伊朗现在新选出来的总统 新选出来总统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一个缓和派 这次他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的时候 他也强调自己的立场有所改变 所以说这里头就构成了现在的局势 伊朗的局势变得非常特殊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所有 据说有至少 我至少只可以点出来五方 就是说是这个 哈马斯不要讲了 珍珠党了 还有这个胡塞武装了 还有这个伊拉克民兵 叙利亚平等化的 所有都是伊朗支持的 简易说他打一场代理人战争 那以色列知不知道呢 以色列不但知道 以色列会觉得说 伊朗你只要动手的话 我马上就攻击伊朗 所以我现在强调到 以色列本身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那个 我看到这个哈勒韦的这个照片 是以色列的参谋总长 他是已经下定决心 以色列为了要维护 以色列北方的居民的 这种生活上的安全 他会打进去 打进礼拜登 会把这个战争的话会扩大 所以伊朗现在这个态度 只有暗中支持 不会明目张胆地参战 这是我的判断 但我觉得也 观众朋友可以再观察 就是美国他们宣布 对中东少量增兵 并且是为了撤侨 行动来做准备了 要知道美国一旦撤侨 那就是全面战争的讯号 尤其是在 美选白日化的这个阶段 派美国大兵 去中东这个是非置地增援 我相信在民意上 应该不会太好看 那干哥你从美军的动作 你观察到什么 美法联合声明 希望提出一个21天的停火协议 你知道这个两天前到现在 泥潭雅湖是从头到尾 就当作没听到 这件事情你知道 刚刚有最新的发展 就是泥潭雅湖的 听清楚 办公室回应了 就是说 目前正在审视 这个21点声明 然后就可能会接受 你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把美国白宫的安全顾问 科比给惹恼了 记者问他 然后他说 泥潭雅湖到底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政治性的谈话 还是战争性的谈话 我不懂 你们去问他 对不对 这样子 是不是说泥潭雅湖 表面上答应我们 私底下他又在说谎 为什么 因为泥潭雅湖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回复 到底要不要接受这21点 这21点是美国跟法国总理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们共同签署 他们说 这个以哈的冲突 已经到了无法容忍 而且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的状态之下 你们应该要停火三周 我们再来重新检视 各国一起来想办法 帮以哈之间的纷争 跟奇异点 找出一个 可以大家都接受的方案来 可是为什么他就一直在 就是反反复复 泥潭雅湖始终没有一个正确的 明确的说法 说我是答应不答应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到现在到处 各位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泥潭雅湖还是没有确定 不过有一个人讲的话 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到 这叫以色列的外长 他叫卡兹 他讲了一句非常发人深行的话 大家注意听 叫在以色列北部 从来没有停火这回事 这一句话我不会改 什么意思 在以色列北部 也就是说 当真主党他们没有退回黎巴嫩去 还在以色列北部 试图犯禁的话 我们一定会干嘛 一定会歼灭他们 所以地面部队准备行动 撤侨行动已经准备 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 我们刚才讲尼坦雅湖 那是尼坦雅湖讲的 可是现在看卡兹他讲的话 在以色列的北部 没有停火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你通通赶走 其实他赶走是好听 是消灭 他要消灭所有的真主党 游击队他们才会干嘛 才会停止 所以说地面进攻要开始 这个地面进攻是自 第四次以阿战争以来 就是四五十年前 以色列从来没有这样子开始做 他会一直攻到以色列北部 甚至攻进了黎巴嫩的境内吗 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观察 所以美军派了七十个陆战队 到哪里 到塞浦勒斯 塞浦勒斯是最接近撤侨地点 距离以色列是最近的 所以现在包括俄罗斯 英国 法国 都在呼吁公民说 你们在商业航班 还有的情况之下赶快撤 赶快跑了吧 如果等到没有商业航班的话 像美国一样要派什么 要派飞机 要派飞机到底能不能派 都是个问题 难道你要坐那个又挤又热的 战车登陆舰才能够回来吗 所以撤侨行动已经开始 这个整个局势的话 真的实在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